大家好 我是鳳准 歡迎收看谷海弘揚 今天的加全股價指數 早盤中挫了150點 那昨天有跟大家講過 如果說他是走一個橫盤整理 甚至說他是量縮的話 最後會出現一個帶量擊殺來做結尾 當今天出現了一個帶量擊殺的時候 其實重點在於說 重點在於說今天的Bias 已經來到了2.65% 2.65% 也就是說這邊已經出現了一個 極度恐慌的狀況 那極度恐慌的出現不代表說 他是絕對的低點 可是他已經是來到一個相對的低點區 你還記得嗎 之前都跟大家講過 每一次出現極度恐慌的時候你要買 當你買的時候後面都有一段行情可以期待 所以每一次出現極度恐慌的時候 他都是一個非常值得期待的買點 可是重點是你要能夠活到那個時候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說當行情拉回的時候 你要買什麼樣的股票 他才是重點 所以操作一定要有公式跟方法 而且你要掌握tempo 當中讓買點給錯失掉了 只有在黑暗中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 只有在行情拉回的時候 你才能夠找到未來的明日之星在哪邊 所以行情拉回的時候 我們要看的是資金的流向往哪邊再做移動 所以你一定要跟上腳步 趕快狂勝專案再接再利 立上加利再度展開佈局了 這是最好的買點 如果你錯過了 錯過了那就是 我沒有辦法幫你把時間再拉回來了 你下一次再等到這個機會來臨的時候 不知道要再等多久了 所以對於危機 對於行情你要有嗅覺 對危機你要很有感覺 對獵物你要非常的果決 所以你不要再當羊群了 真的不要再當羊群了 還記得我們當初怎麼在操作日電帽的嗎 我們日電帽在操作的時候就是這樣 當行指數大跌的時候我們喊進 那時候買在34.5元 那時候我們喊34.6元 34.5元可以成交 但是我們在買它的時候 行情也是大跌的 行情也是大跌的 你還記得那一段時間嗎 當大盤在跌的時候 我們的股票相對抗跌的時候 就是逆勢在漲的時候 當指數在大漲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獲利了 比如像說那時候在買的時候是這樣 波段的強勢股 買在短線上拉回的時候 為什麼這檔股票逆勢強於大盤 而且它是缺貨的收割者 每一次亮縮整理就代表說 它在修正 量價關係裡面 價跌而亮縮 價跌而亮縮 它是什麼 它是整理階段 而且當我的K線出現了什麼 多頭吞噬的時候 代表說它是一個反轉訊號 然後我的資金已經買進去的 金流指標告訴我 現在有錢在買它 而且我的基本面出現了改變 我元月營收報稱 利多它會延後反應 因為要過年了 所以利多先等一下 但是年後它會做反例 年後反應的時候 它就開始創新高了 有沒有 資金開始一路 資金開始買 而且越買越多 所以它的籌碼越來越穩健 因為沒有人敢追了 再加上呢 整個波段獲利一路的拉上來的過程之中 籌碼越來越穩定 重點是法人 法人現在才開始在進場 法人才開始在進場 量縮價漲 這是多頭的格局 三角收斂型態 我說這個絕對還有高點 所以獲利來到41% 甚至一路加碼 賺到55%的時候 有一次在大盤拉回的時候 我說大盤有壓 所以我們先做一趟獲利了結出現 還記得嗎 做一趟獲利了結出現 是因為大盤有壓 大盤它是有壓力的 可是我說我一定會再買回來 我一定會再買回來 所以我按照我跟你講的 我又再買回來了 波段持有你要分段的操作 所以獲利來到60% 獲利來到70% 甚至獲利來到80% 我都沒有改變過對它的看法 95% 甚至來到107% 那時候大盤是怎樣 大跌的 大盤那時候創下有史以來 最大的跌點不是嗎 跌了600多點 那時候-3% 大盤到現在為止 到那時候為止都還是-3% 所以呢 最好的買點 永遠是在大盤拉回的時候 永遠是在指數大跌的時候 但是那個時候 你永遠是最恐慌的時候 但是你要克服你的 人性的貪婪跟恐懼 你那個人性的恐懼 你克服不了 你怎麼樣在股票市場裡面獲利 你怎麼樣在股票市場裡面賺錢 所以呢 當大盤在漲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講說 其實像這種2492 2327 華興科的部分 我也跟你講說被動元件 其實已經開始有點過熱的跡象 有沒有 今天也都出現拉回 但是過熱不好嗎 3090的日電棒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 它有過熱的跡象 但是過熱不好嗎 今天來到跌停板 今天來到跌停板 可不可以買 可不可以買 我有跟你講過 我一定會再把它買回來 我一定會再把它買回來 你就跟上我們的訊息做就對了 波端的強勢股 要買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一買突破二買拉回 三要接跌停 重點是說現在的資金 資金不只在被動元件 還有在生技醫療類股裡面 所以我們現在的操作 都往這個方向再做移動 這不是我說的 而是資金告訴我的 4月18號的時候 就已經跟你講說 現在的資金在往哪邊移動 第一個市場電子零組件 市場電子零組件就是誰 就包括被動元件是最強的嘛 還有跪買半導體 就是矽晶圓的題材 跪買生醫指數 跪買生醫指數也是最強的 那你的大方向先看到了 資金現在就是往這個方向 在做移動啊 所以當黑暗來臨的時候 你就要找尋這些的標的去做布局 我也跟你講說 4147的綜藝 今天也是跌下來 So what 然後呢 今天是創了新高之後再拉回 創了新高之後再拉回 而且他的新高已經快要到歷史高點 他距離歷史高點只差一點點而已 只差一點點 他歷史高點在303 那他的籌碼是不是相對穩定 那有人啊 有人是趁著拉回的時候去買進的 波段的強勢股 他們都知道什麼時候應該要買 但是你呢 你如果沒有我們的訊息 如果你沒有我們的操作模式 你怎麼樣可以跟得上呢 所以呢 當大盤拉回 其實你們覺得很可怕 但是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手上有現金可以再買 可以再買 可以持續的布局 而且呢 我們現在可以做的事情很多 可以去觀察市場上面 現在哪一些標的 是真的有錢在買的 能夠經過利空所淬煉的標的 絕對是最強的 尤其是行情跌得越重 那些股票越是逆勢抗跌 那就代表說他後面的行情越大 你趕快跟上我們的腳步 狂勝專案再次狂勝利上加利 趕快跟上我們的腳步 重點是說你不要再當一群盲蟲的羊了 這群羊真的 他很可愛 可是他很可憐 因為最後終究會被狼給吃掉 絕對會被狼給吃掉 所以你的節奏有沒有掌握到 你要告訴你 你要告訴自己 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你一定可以做得到 You can 只要你願意改變你的想法 只要你願意跟上一個贏家的團隊 只要你懂得產業 只要你有技術分析的能力 只要你知道市場資金的流向 只要你跟著我們一起建立投資的新聯犯 其實股票市場真的不難 只要你懂得在大家恐懼的時候 要知道說什麼時候才是最好的買進的時機 比如像說這家公司 我也跟大家講過了 當他通過了NVIDIA NVIDIA跟福斯 我打錯了他是福斯 他如果通過了NVIDIA跟福斯的產品認證 等於說他切入了車用的這一塊市場 而且資金的想法很明確 他就是要做多 所以我們就跟著資金的方向去做就對了 23.6元買進 23.6元買進 我告訴大家我也還沒出 我也還沒出 因為我認為波段的強勢股 你要買在短線上弱勢的時候 如果一大盤來做比擬的話 他是不是相對於大盤來的強勢很多 那資金是不是在往這個地方在做移動 對不對 那他在往這個地方在做移動的時候 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要賣出還是要加碼 如果沒有我們的訊息 我相信 我相信你的操作絕對是非常艱困的 因為現在時代已經在變了 時代已經在變 現在需要一個創新的團隊 現在已經是一個打團體戰的時代了 現在已經是一個打團體戰的時代了 你不要再孤軍奮戰了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祥島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狂盛專案再次狂盛力上加力 趕快撥通你的電話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